水文道炮裹住叶少阳的同时 天风雷火旗也裹住了黄冠柱 你封我 我也封你 一念神威 天雷滚动 刚风炸气 火雨都转 鸡鸡如律令 以便咒语念过 天风雷火旗中风火呼啸 一个劲地往黄冠柱头上砸 黄冠柱立刻做法 头顶上献出了黄冠柱 黄绿蓝三瓶莲花 死死地拖住了天风雷火旗的攻势 与此同时 叶少阳也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 从道袍上溢出 俯身一看 原来是道袍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贴了数张灵符 灵符如烟雾一般 丝丝缕里地散出来 在自己身边旋转 起初没什么压力 但随后越来越强 形成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旋流 从五官蹊跷中往自己身体里面转 叶少阳心神一尽 从这股气息中感受到了一种怪异的辛辣气息 似乎与巫术相关 想到对方众格派的身份 叶少阳立刻就明白了 这灵符中肯定是包含了某种巫术 一边运气抵挡 一边心里面大骂 这老东西真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巫术啊 随着这股霸道气息不断地深入体内 叶少阳感觉到难以支撑 尤其是那股巫术的力量令他苦不堪言 抬眼望着对面 还好 皇冠主那老头被天风雷火起逼得也够难受的 不比自己好到哪儿去 如果放弃进攻 专心防守的话 两人的情况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但是那样一来 对方就舒服了 一口气狂轰乱炸的 自己轻刻就会落败 两人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尽管被对方的攻击弄得痛苦不堪 仍然不愿意放弃进攻 谁先放弃 谁就输了 斗法进行到这一步 比的不是实力 而是道心 说白了 就是比谁能够撑得久 能够承受的痛苦更多一点 三色水波道袍裹着叶少阳 天风雷火起裹住皇冠柱 两人现在的处境看上去完全一样 叶少阳自己看着 绝对有些好笑 斗法都到了这一步了 也是醉了 他觉得好笑 伪官群众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本来叶少阳在上一个回合就会落败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撑了过来 而且扳平了局面 现在鹿死水手 真的不确定了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 尤其是牧风关和青秋山的弟子 打气都不敢喘 青秋山的弟子 他们对叶少阳的实力完全不了解 本来几乎都没抱什么希望 但此时此刻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一个个眼中也是闪烁出了希望的光芒 期待奇迹的发生 小九如同雕像一般 站在自己的凤年前 脸上似乎风轻云淡 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身边的两个室内 看到他头脸上一层两晶晶的汗珠 叶少阳突然张开嘴 众皇冠主开口说什么 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猜测 他在这么紧张地关头开口 究竟有什么要紧的事 其实没有任何要紧的事 叶少阳说的是 黄冠主 你看着我们现在身上披着东西 样子像不像个带剃头的客人呢 突然想到什么 对了 你们古代人剃头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那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古代人是怎么剃头的 什么 黄冠主震惊了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顿 略一分心思 头顶三花立刻有些不稳 急忙又稳定了心神 专心防御和进攻 叶少阳说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不是很能说的吗 怎么现在哑巴了 你是不是现在很难受啊 难受 香菇 黄冠主冷冷一笑 叶少阳 我很佩服你 能够一心三涌 但你以为这个样子就能影响我的倒心吗 请你继续吧 他们现在所承受的痛苦都是常人不能忍的 能够苦苦地支撑全靠倒心了 倒心一旦紊乱失手 立刻就会落败 因此叶少阳才想到用这个法子来分他的心 不过他自己也不好受 说话虽然不用分心 但是思考还是会占据精力的 最让他沮丧的是 黄冠主居然不上当 妈的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先稳定了心神 随后又心生一击 冲着黄冠主坏坏的一笑 黄冠主 其实你很想输的 是不是 只是不好意思输得那么彻底 黄冠主虽然不理他 但是听了这话 还是忍不住往这边看了他一眼 只要提起他的注意 这就好办了 叶少阳又说道 先前我说了 你输了 可是要给狐王填脚指的 我看到你身上颤了一下 其实你当时很激动吧 你很期待 放屁 我那是生气 黄冠主大骂了一声 身体猛的一颤 急忙运动调息 才将道心稳定下来 叶少阳 你身为以较之主 怎么说出如此误会的预言 你为了取胜 真的是不择手段了吗 误会 我哪里误会了 叶少阳的一脸震惊 我只是在道出事实啊 我知道你真的很想 没关系 虽然你很老了 但你也是个男人呢 那狐王那么眉毛 你难道不想败在他的石肉裙下 你 黄冠主一张脸憋得通红 他非生清明界 早就修成了正果 对一切也是风轻云淡 叶少阳就算指着鼻子骂他一顿 他也不会真正动怒 但是自己一个得道高人 被他说得这么误会不堪 实在难忍 叶少阳黑黑一笑 嘿嘿 你看你看 你激动的脸都红了 我说黄冠主 你非生清明界之前 是不是纯阳之身呢 还是已经破了界了 嘿 那个 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过虎王的脚 又白又嫩 你可以幻想一下 扑 黄冠主怒急攻心 道心再也难以为己 扑吃就吐出一股血溅 叶少阳急忙做法 天风雷火气的攻势瞬间爆发 将黄冠主击出了十丈开弯 失去了黄冠主的控制 三色水波倒跑 自然也无力垂下去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感觉浑身都舒服了 结果刚站起来 一个人影猛的就扑了过来 一看居然是落地的黄冠主 右手捏了一团白色气息 居然没事 叶少阳也是大惊了 急忙后退 从腰带里磨出了一张灵符 用最快的速度画了一刀 这时候 黄冠主的人影正好落下 手中那团白气 劈头盖脸的就打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